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努尔哈赤征战四方的漫天烽火中降生 已经53岁的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个第14个儿子是宠爱有假 但他并不知道 恰恰就是这个儿子 在自己死后的许多年里 始终无法登上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 也恰恰就是这个儿子 竟然完成了努尔哈赤 一生都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是